我是Fashion Boy 我不会飞 可是我很会先飞 没错 这是久违的开箱 这算是我收到包裹最快开箱的一次 主要原因是因为 给你们看一下我的地方 所以没有办法 这把包裹一定要先解决它 那里面觉得很干净是 Let me show you magic Oh 这是我的杂物间 其实那个只是一箱 这是第二个 今天我一个有三箱 开完了过我都不知道我到底要放哪里 就像刚才看到了我家也非常的小 所以没有什么位置给它放那种箱子 所以有一个我就自己提前打开了 也是我这次买的那么多东西 这里面我最最最最最最喜欢的那个包裹 给你们介绍一下 超帅 以防蚊蚁 来呀 DAM 这就是我们小红书最常看到的 这个我非常的满 这个我非常的满 因为它的做工非常非常的好 很坚固 它不像我们看到照片 这样子好像觉得它是那种烂烂的 其实不是 它用的这个面料呢 其实有点像镜子 它像镜面这样子 很透明的 所以你可以看过去的 很清楚看到吗 它不是那种做主了会滑 化会黄掉的 皮银 然后它的其它的脚架 等等之类是 非常的稳固 而且它做工很好很好 现在看到这个 其实最近在家里 一直都觉得很想拍一些Vlog 其实最近 这个MCO 整个在家里 觉得很想拍一些家里的 content 所以就 一直想不到可以拍什么 因为一天在家里很平淡 所以我就打算 来个大改造 就买比较多关于家具的东西 那之前就可以拍多一点 我类型的content给大家 但是我也是有买很多衣服 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 其实买这个是 我的店的 这样我们的Rexical Select Shop 因为整体的颜色是偏蓝色 白色 银色嘛 所以我想说 诶 想买一些这样的 颜色摆设品 来放在店里面 然后去DIY一下 机会怎么样DIY 现在告诉你们 先放着 我甚至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 大家给你们看 大响 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拆包裹的 因为 我很喜欢那种破坏的感觉 这个是我所有的战利品 因为我最开心最满意的一个 这个就是我所有的战利品 这是我们小红薯 看到最多的 印封文艺书架 whatever it is 我看到的时候才50多的明币 我摄到一下 我想它的Quality到底怎么样 怎么知道 非常的好 非常适合来复制你家里 尤其是这样 的一个角落 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买 但有了这个印封的书架过后 还欠几样东西 就可以让它很文艺 很art feel 有了这个叫印封书架 它当然也有这个 希腊神像的雕像 这全部是一set的 然后大家不要怀疑 这个Venus 是我自己把它的头弄烂的 因为原本我买回来 我是要把它布置我的 心电的 因为我想要做一些DIY 那么至于是什么DIY 暂时就先不跟你们说 那在众多的这个装饰品当中 我最喜欢的呢 那么过于这一个 那么各位 如果有买MLSURIC衣服的小飞线 你们应该对这个 十种不陌生 其实这个是 来自SERILISM大师DALI的代表作之一 这个就是那个扭靴的十种 这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那么刚好我就看到 在小红书上非常多人有这个 然后我很好奇 它到底出来会是怎么样 其实它的质量蛮好的 而且它这个做工也不错 稍微有点不好的是 其实它放在平面上的时候 它不是很平坦 所以它整个东西会有点摇晃 我之所以买它原因是因为 我本身是一个非常喜欢SERILISM 还有这个NEO EXPRESSISM的人 那么我觉得 整个MLSURIC出了那么多设计 其实都跟它有关的 所以 我一定要买一个这个 这个十种回来做装饰品 那么至于设计理念以后再跟人讲 好下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装饰品 就是这个了 大家应该不陌生吧 这个小红书也是 哇 你每翻一个博主 每一个都有 而且他们的探店系列区的咖啡厅 或者是时装店等等 都会有这粒 Iron like a stress ball 这样的一个装饰品 我一开始很好奇 到底是怎么样把它组装成这个的 原来它是很简单的原理 它是把它全部东西 把你用这个万能胶粘着的 这个非常好看 这个也是很简单 可以这样放的 但至于上面你就可以放一些你的首饰 眼睛等等 它也会让你整个东西看起来很文艺很art 观音妈观音妈 那这个就是 观音妈 你放直直看 你不能讲这个很像观音妈 我会觉得 虽然这个也是 照理来讲它是 西方人的观音妈 但我是觉得它蛮帅的 这个也是要不知心电 也是要做DIY的 过后再给你们看 哇你看 你觉得这一set就很好看吗 Hollyluia 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装饰品就是它 哎呀 这其实是一个 Bulloon形状的一个狗仔在大便 但是这个大便就给我家的狗咬坏了 因为它以为是零食 我整体就很好看 也是蓝色 也是要放在我的心电的 所以这个东西可以很随意的这样子放着 那其实我还有买了非常多这个希腊神这样的雕像 我一共买了两个大的一个小的 但是我放在我的车上 因为我现在实在是没有位置了 我买了三个 我觉得它的做工非常的好 而且价钱其实surprisingly便宜 它贵的部分是在于它的运费 所以你要另外再加好像70人民币 这个店家去转运舱 因为它需要做很多这种保护的作用 那讲到转运舱 这次我也是用华翔货运 那么依然是用它们 因为它们的服务师 我目前用到我觉得满满意了 而且它整个APP也非常的完善 这样和上次的视频介绍过 大概大家就知道怎样用 还不懂怎样用的朋友 那你直接去scan我这个QR Code 你从这个小程序里面 你就可以找到它们的服务了 那么只要把它们的过长地址 然后放在自己的淘宝 profile里面的这个收件地址就可以了 这样你购物了过后 店家发了邮件给你们 你就把它的这个career number 放在它的APP里面记录 那么当你所买的东西到期了过后 这个APP就会给你一个通知 然后你只要去点算解算 就可以了了吧 即使是敏感物体都可以送 加上我这一次买的东西 其实我非常多很夸张的东西 其实有一个呢 除了这个岩石的这个装饰盘以外 其实我还买了一个火山石 其实这个火山石它其实就是那些 有养鱼人就应该懂 它的整个鱼缸里面的这个景观 设计的一些材料 这样这些石头呢 其实基本上一般你没有转运 它是运不到的 非常开心 这是我终于可以买到 因为那个也是要用来不足我的心电 因为我有一个 我觉得蛮酷的 concept 要给你们 所以吃点等我开上心电 你们再看 好 但我只须买了这个原因 是因为我之前买了非常多的手饰 这次买的手饰我都算是蛮满意的 因为价格蛮便宜 而且它的Quality 哇 很有我喜欢的feel 我银色的手表呢 我其实很注重它的质感 还有它的这个分量 我不喜欢太轻的这些手饰 因为我觉得戴起来就 好像很假那样的感觉 而且我觉得这种比较厚啊 有分量的手饰 整个戴起来会比较有面的感觉 难有一max这样 所以这个非常适合放在这种手饰盘上 哇 其实我个人最喜欢这个 哇 这个光灵灰的戒指 做空质感非常非常的好 另外我就很喜欢这个Fuck Off 包括上面可以写个Covid Fuck Off 真的好 我非常喜欢我这个银光晴的G-Shock 超好看的 你看 外这样的 这种 这种 这种白色盘上面 哇整个高级掉 任何一切accessory 其实很适合放在这种盘上面 它会让你整个东西看到 You know 很高级啊 比方眼镜 这次我也买了非常多的墨镜 首先这个 非常王家尔 无亦凡带的 是一般人都能带的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脸圆的 非常适合戴这种比较方形的眼睛 那么接下来一个呢 我是选了一个很想要尝试的 这算是那种韩国rapper 最常最常带的一个墨镜 然后我配这个毛帽 因为它非常好看 很 那种Bad Boy的感觉 这时候应该来一首 Big Bang的Bad Boy 说明 I'm a Bad Boy 你能算间我的脑有一个画面吗 你懂我想要什么歌 想要什么 Bad Boy Bad Boy 哈哈哈哈 我刚才也是想要这种歌 我想 喂 这不是谁的歌 啊张慧妹 你暴如了年代了妹 所以你看这个 哇 好看吧这个比 很帅啊这个 不帅咩 像rapper这样 我大概买刚才这个 你现在就是spanish fry 哈哈哈哈 哎 就是小时候不读书 长大就很脏 这个近几年也算是比较流行 所以它是蛮容易驾驭的 但是年元的人就好像也ok到 就有看到 Higher Brother的那个Mr.Android的Money 他也是有带一只类型的这种眼镜 所以我非常值得买 Quality is good 至于这个就比较 然后有点挑战啊这个 但是我觉得还不错啦 我们来尝试一下 因为我是第一次买这种 比较长型的眼镜 那种好看的就GD 不好看的就Auntie 这个很牛奶水跟你衣服一样 这是GD的Auntie 不好看吗 好看 好 接下来就一个是最保守的这个眼镜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眼镜 我称它为Ray-Ban型的眼镜 因为这种眼镜是比较Ray-Ban的款式的 所以它也是非常符合各种的脸型 白大 那衣服呢 我就买了这一些啦 这一次我买的衣服当中比较多是 这是复古色调的衣服 我买了非常多的洗水涕 近年来其实是蛮流行这种洗水的T恤 可是洗水的T恤 有非常多不同的这种款式和洗法 所以我一共买了三件 首先有一种是比较成黑色的 然后它的这个破边的部分还蛮多的 有点像泰带的感觉 第一种呢 是跟刚才那个很像 但是它是成灰色系的 OK 都是它这种比较好像 用漂白水漂泊的感觉 但是我本身最喜欢 最想买到的其实是这个 啊 这种洗了 像旧的衣服 让它破损程度没有这样夸张的 然后后面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detailing 这件非常好看 我觉得它非常像大牌子出的衣服 那么我们的MMS也要尝试做这种洗水T恤 所以就需要做很多功课 那如果你是品牌主理人的话 你也会常常去买很多 其他品牌的衣服你觉得美的 你买回来参考 看一下它的工艺怎么样去做 三件当中啦 我觉得cutting最美最舒服 而且整体最好看的 一般是这一件 OK 其他两件就是它比较粗的 不是我那么喜欢的布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买背心 我本身就是非常不适合穿背心 这个我买回来是要参考人家怎么样做洗水 然后我觉得其实它没有洗得很好 cutting也不是很好穿 其实我想像他们的cutting 其实是根据Fail of God的cutting 所以它是比较符合欧美人 然后有胸肌的人穿的比较好看 这个真的是不太适合穿 我还蛮喜欢它的颜色 其实蛮好看的 它这种detailing做到不错 所以我很好奇它洗了 过后会不会越来越垮越烂 希望不会 but you know I'm going to check it out 其实接下来这件是一个古巴林 我是看中它的颜色 其实我买了卡其色还有青色 Apparently它的quality还不错 做工缝线全部都还行 布料也OK舒服 不会太难穿 价格很便宜 唯独是它的cutting不是很好 超小的 而且它的size的选项其实很少 所以我建议大家买大2号 因为可以帮我穿M size 或是S size 这个我相信我可能需要穿到XL size 才可以 因为你看这个是L size 然后它依然不符合我的身型 因为今天我想尝试一些 比较不同的穿搭方法 所以古巴林 是一个我觉得 蛮适合这个阶段的我 那么接下来三件是比较 复古运动类型的 就有这一件了 哎呀 整个小红书抖音都是这一件 超短的位移 因为Mino代货成功 非常无敌的难穿 我这边看它的标签 那些是有写0123 我相信这个是它的size 可是我记得我买的时候 它其实只有free size 这个是完全不是我穿的 非常非常奇怪 OK 做工也非常的 一般 非常的一般 但是不便宜 所以我不建议你们买 除非你们买 想要装逼拍照 我觉得还OK 我记得好像马币七八十块吧 彩雷 Fuck OK 真的很难看 可是它的设计是美的 cutting很丑 可是设计也没有叫很美啦 就 美式复古啊 但是幸好 皇天父有心 还是给我买的一件我喜欢的 DAM 啊 这个就做工美太多 而且价钱非常便宜 除了设计以外 我其实很喜欢它的cutting 刚刚好 而且这个cutting是男女都非常的适合 最令我满意的其实是它的这个袖子下面 其实我找了这样的衣服非常的久 一般它们都是前面有非常夸张的一些设计 或者是detailing在这边 可是很少人去注重 给它做一个鸳鸯色这样子的一个袖子 而且还有那种 那种Oxford shirt 下面有一个这样的铺垫 这样的感觉 我很喜欢那种patch 超爱的 这次的衣服当中 我买的最满意的就是 这个夹克 还有刚刚的那个洗水外套 另外呢其实我也买了这件短裤 可是有点令我大失所望啊 因为这个也是洗水的这个棉裤 而且我看中它的是 不同材质的拼结 还有它的高低不规律的口袋 可是穿上去真的是好像一个 第一次前面可以钓个袋鼠这样 怎么办把它钓上电话板 这个是非常失望的一件 我看过可能我自己DIY把它来改一改 或许会 可以有反味道吧 超帅的 DAMM 这个LED的Digital Club 是我买到非常开心 我记得 当时我跟Bivin去韩国做Countdown 圣诞Countdown的时候 我们在街头就有一个这样的Digital Club 很大个的布 然后它在那边倒数 12点 之后大家就这样 哇这个很酷耶 我自己开店我要买一个 所以就给我在淘宝找到了这个 它有非常多的店铺在卖在这个中 这个是 算是我买到我觉得价格比较好的 因为有钱包到非常的贵 而且还有不只是 双排还有三排有秒数的 而且他们的时间都是跟着国际时间 我买这个回来也是要放在我的店的 因为 我们本来想说 因为MCO不能做开张 所以我们打算把它转成线上开张 一是想过这个做一个倒数的灯 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买错了 这个是不能倒数的 能倒数是另外一个三排的 but anyway 这个东西的做工也是非常的好 我也很喜欢 所以你们喜欢可以买这个 it's a good buy 那么其实这次买的东西 都是偏多是居家的装饰品 我觉得在这整段MCO的期间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领悟 就是我们在家里的时间多了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你却开始想 应该要投资下我们这个空间 毕竟是我们长时间几乎24小时都会在的一个地方 不管是吃饭工作睡觉休息等等等等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影片或者内容 也会比较多focus在于 投资在于自己的生活的空间 让大家跟我一起去探索这种精致的生活 一起做个精致boy 精致girl anyway 这是我今天这一集的淘宝开箱 所以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的分享 吃床的吃床的吃床的吃床 按赞我的频道 点击我的Page followinstar的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一集见 中文字幕——YK